Hello, 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Tri-Alma 2835-50 這裏就是日本的伸縮車站 今次很開心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和大家介紹一支旅行適用的鏡頭 它擁有三個焦段, 但是是 M 鏡頭 這支鏡頭, 或者是廣角 它是有 AS Picture 的效果 鏡片 整體的畫面是比較平均的光暗 對於一般拍攝風景、大廈 是很適合用的 我個人很喜歡帶這支鏡頭 去拍攝旅行時使用 這支鏡頭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你去旅行 很多時會因為換鏡頭 會有一些灰塵進去感應器 造成一個問題 可能有時拍天空, 收光圈 很多時會有一些點點在 那些就是因為灰塵進去相機裡面 那如果你只用這支鏡頭的話 那就大大減少了 因為換鏡頭有機會有灰塵進去 再者就是很多時會因為要換鏡頭 其實都險象橫身的 那有個情況就是換鏡頭的時候 會不小心把鏡頭掉到地上 變成這個很得不償失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這支鏡頭就適合你了 那其實它是三支定焦鏡頭 還不在一起的 但價錢就並不是說是三支鏡頭那麼高 那至於它的光圈方面 就不會很大 四光圈而已 但一般的使用呢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好像我自己用呢 我很多時候因為拍片竹物 或者是風景 我是收到去八 甚至乎十一去拍的 那其實四光圈是足足有餘的 有時候在比較近的環境 去攝影是一樣是有主題的突出 那當然啦 你去外面旅遊的 怎麼都要有背景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太過 都不知道你在哪裡 分不到那個地方 那還有這個四光圈 就是不會那麼重 那變了你旅行的時候 帶足一個行程 譬如說一個星期 那其實都算是OK 一支鏡頭 加上晚上一支大光圈 那就很足夠了 那體積也不是很大 那我這個極力推薦的 Triyama 28 35 50 其實它還有兩支 一支就是早期的55 55的版本 就是這支 這支比較特別一點 是銀色 只有500支生產而已 那至於Version 2 這支Version 2 沒有銀色 只有銀色 這支只有500支 這支Version 2 這支Version 1 大家記住啦 至於這支鏡頭拍到什麼效果呢 我帶大家去看看 MING PAO i know you i know you 其實我們不時會有攝影器材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